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信 今天要请到我们香港的好朋友 他是郭一鸣 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是 我们看到台湾的食安问题 亮起了巨大的红灯 超级品牌 网品 连锁店 还有呢 最是讲究服务 而且最精致的法国料理所拥有的 这个维西基饭店 那是亚都立志饭店 也亮起红灯 再一个呢 就各种品牌最为有名的大厨主厨 是阿基斯 他呢 也亮起红灯 全部都被苏汉宏给攻陷 可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食安问题 民党却用他的新闻处理手段 把媒体上给抹掉了 就大家尽量的别讨论 而且呢 能不讨论就不讨论 甚至呢 这些食安的记者 能不报就不报 那么这当然是民党操纵媒体的手段 可是啊 我们要问的是 陈建仁他自己就是学公共卫生的 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院士 而且他还是这方面的台大的荣誉教授 更是这方面相关科系的系主任院长 还有他还是教廷的圣骑士 这样一个人啊 他还是约翰霍普基斯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博士 他在干蔡英文的隔魁 他在干蔡英文这个整个行政团队的领导人 为什么把台湾的食安弄成这个样子 他还能够厚着脸皮 坐在那个位置上 冲耳不闻 天下是 我怎么念 我这时候啊 我就想起您在谈的时候 就想起一句话 叫做人在江湖啊 身不由己 陈建仁呢 本身是一个确实是个专家 这个专家型 学者型的这么一个隔魁 这么一个人 平时的形象呢 应该说也让大家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的互道 很实在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一旦他做到这个位置上 一旦他要做这些 要实施或者执行这些政治的指令的话 那么他把专业的问题呢 可能就会被放到一遍去 这就是一个现在台湾的这个一个情况 特别是民进党的这样一个政府 在过去八年呢 在民生问题欠下了很多的债 制造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他要遮盖要掩盖这些问题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把这些问题都政治化 拿政治来掩盖民生问题 经济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然后这个政治化是什么呢 最后演变成就是两岸的话题 就是台湾所谓的主权问题 所谓的统独问题等等 来来去去就这么两招 所以陈建仁呢 这位先生呢 本身作为一个专家 本来呢 应该讲求科学的态度 讲求实事求是 但是就是因为人在江湖 声不由己啊 黄教授 我们知道啊 学术有所谓的学术良知 政治有所谓的责任政治跟政治伦理 那么这样的一个院士 而且是这么知名的一个国际学者 也是名牌学校的医学院的博士 还是学公共卫生学的 照理说最基本的学术良知 社会争议和责任人理 他应该是懂的 但是现在造成这么大的食堂问题 一个苏丹红绝对不是小事 因为很多人吃了以后呢 是厉害的 而且台湾是癌症 死亡率最高 居第一名的 这个 这个医疗社会 那么陈建仁不会不知道 台湾社会之所以要付那么大的成本 就是有癌症人口 实在太多了 那么他难道 没有最基本的良心吗 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能来可以躲着 然后不闻天下 对呢 不懂别 是 欧教授 这个呢 我想用香港的例子来比较 过去香港曾经也发生过 所谓苏丹红这个海洋 这个鱼啊 被验出有苏丹红啊 包括食品的一些问题 然后媒体的一轮的这样一个质疑啊 然后这个政府的相关的官员 要采取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做法 来回应社会的质疑 来这个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 过去也有 但是我们看到呢 相对来讲 台湾这次的处理的手法 跟香港的这样一个所谓公民社会呢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香港的一个特点就是 作为公民社会 媒体的声音 舆论的压力 公共的声音 这介入对政府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民进党的政府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由言不尽 我做了任何事情 我做错了任何事情 哪怕是这个厦门基门海域的这个状态世界 都拿走了两条人命 夺走了两条人命 我就是不道歉 我就是不交代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不是告诉你 我没有真相 怎么的了 那为什么呢 它就是因为政治化 所以您刚才说到的 苏丹红罪本来就是影响台湾民众的一个 实力安全 千千万万人可能会因此身体安全 健康会受的影响 可是这样的一个政府就是不负责任 就是不交代 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呢 好像公共压力对他们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 欧教授 我们就非常怀疑 是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基因出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注定案例 首先是居于过去民进党的国师身份的陈明东 他竟然可以把林志坚抄袭论文转成说是原创了 把原创者也是他的学生 那个调查局的干员呢 他原创的论文说的他抄林志坚的 最后整个审查报告出来 是陈明东故意把话说反 而且陈明东最后背叛 是他永久台大不录用他 但是陈明东过去已经知道了 上百个相关的政治人物 或者相关的公务系统的人物了 这是陈明东 他作为学者竟然是这个表现 现在再有一个比陈明东啊 档次更高 是院士级 而且是国际级的公务会的学者 放到隔队的位置 也是一级干员的位置呢 这位置就绝对不压于陈明东的这个秘书长了 哎 陈建仁呢 这样的位置也一样没有了良心 是不是在民进党的高官 你就算是越士级的人 就算是学富古记人进到里面去 就会像是带了魔戒一样 良心就会完全不见得了 郭总理 您说得对 我完全很同意 就是他们本身如果作为学者 陈明东也好 陈建仁也好 如果他们在大学里教书 他们作为学者 他们一定会遵循 学术的这样一个逻辑 学术的这样一个伦理来做事 但一旦进入政治 特别是民进党的这个政治 这个圈子里面 那么一切都要以政治 为政治服务 以政治需要来说话 所谓的学者的良心啊 学术的这样一些 基本的伦理也好 都会放到一边去 陈建仁作为那么一个 有名望的一个专家 这样的一个学者型的一个专家 他最后在蔡英文这个团队 淌了这场浑水 恐怕对于他自己的 这个学术的最后的 带来是一个污点 欧在手 是到这个逻辑啊 台大的排名 或者中文院的学术排名 又要往后移动了 感谢郭总编精彩点名 谢谢郭总编